第三百零四集 之前的盟友 既然是盟友的话 不去见恐怕是怎么也不合适的 无奈之下 叶婉婉只能带着刘颖先返回了五位盟 会议厅外 北斗看着叶婉婉 凤姐 特兰斯来了 特兰斯 叶婉婉一脸懵逼 这就是所谓和五位盟处于盟友关系的势力首领吗 叶婉婉以往虽听北斗说过特兰斯 但自己完全不认识这个人 这场戏应该如何演下去 他现在都已经快演得麻木了 三长老和七星正在接待 凤姐 你快进去吧 闻声 叶婉婉点了点头 不进去行吗 无奈之下 叶婉婉只能推门而入 会议厅里 一位身着白色西装的西方男人正坐在椅子上 特兰斯身材消瘦 面容白净 但一双碧蓝的毛子里却蕴含着阴狠毒辣之色 白凤小姐 多年不见 你依然美丽 特兰斯缓缓地站起身 看向叶婉婉 十分绅士地笑道 叶婉婉的眼珠微转 特兰斯 好久不见 此刻 三长老李斯的目光 一刻也未从叶婉婉身上一看 从始至终 李斯便不曾相信 叶婉婉是货真价实的白凤 今日倒是可以试探一番 叶婉婉走上前 与特兰斯轻轻地拥抱 虽说叶婉婉完全不认识这个特兰斯 但看起来 两人却果真好似多年未见的老友 看特兰斯的态度 应该也没有发现什么不对 白盟主 咱们来说说正事 这次我招你 一共两个事 第一 我早就看燕家不爽 想要出掉 最近听说 燕家也得罪了你 正好 我们一人一份 把燕家做掉 叶婉婉心中不由叹息 他并不想招惹燕家 也不想和这个特兰斯合作 但是 这似乎又不是平头哥的风格 至于燕家的地盘 我们捞规矩 五五分 你说怎么样 五五分 叶婉婉略略思索 随即脸上的笑一脸去 特兰斯 我从来不跟人五五分 游记得当初和北斗聊天时 北斗曾说过 以往的五位盲 与旁的势力合作时 利益的分配 卫盟从来没有低于过六成 所以 狗屁的老规矩五五分呢 特兰斯 你既然这么没有诚意 那咱们 没必要继续谈下去了 此刻 三长老暗冷笑 七星则是面色冰冷 仿佛阴沉得 可以滴出水来 从始至终 叶婉婉一直在观察三长老和七星 当看见两人的神色好 叶婉婉心中却是咯噔了一下 总觉得哪里不对 白王主 我跟你开个弯笑而已 我死你了 不要那么较真 听到这话 叶婉婉的面色 这才稍微的有些缓和 第二个事情 阿修罗撕毁夫人 让我们所有地盘上的势力 每个月都必须 按时向他上供 我感觉恨不爽 我赚的钱 凭什么分给他们 白盟主 我以为你也不会上这个供吧 自然不会 当年 阿修罗势力之人来到卫盟 让平头哥上供 结果 平头哥直接弄死了来人 这件事 叶婉婉自然知晓 真正的平头哥 怎么可能会去上供 双快 好 既然没事 那我就先走了 特兰斯说吧 站起身来 叶婉婉并未多言 而是偷偷地看向七星 此刻 七星整个人 如同一块寒冰 冰冷彻骨 叶婉婉暗暗促眉 一定有哪里不对 或许 他可能因为这个特兰斯 而暴露了什么 很快 他看到七星打开手机 开始发送手机短信 叶婉婉急忙 悄无声息地凑过去 透过会议室的镜子 叶婉婉终于勉强地 看清了短信上的内容 这个女人根本不是封建 我要她死 北斗 你别骗了 收信人正是北斗 后面的字看不清楚 但光是看到第一句就够了 不好 叶婉婉的心头一紧 他从进入会议室开始 一句话都会说错过 不可能有任何的暴露 并且 特兰斯这个人是真的存在 并非是七星和三长老 虚构出来试探自己的 而排除这一切 问题或许就只有一个 眼前的西方男人 根本就不是特兰斯 自己被骗了 且慢 还没等七星 把短信发出去 叶婉婉忽然一声冷笑 叫住了这个西方男人 白盟主 怎么 还有什么事情吗 西方男人 微微一愣 文生 夜晚晚漫不经心地 走至西方男人的身前 嘴角微微上扬 勾勒出一抹邪魅的笑意 游戏 我陪你玩完了 那是不是 应该我来问你一些问题了 白盟主 什么意思 啪 不给众人回过神的机会 夜晚晚又必上扬 几乎在虚语之间 一个巴掌落下 狠狠地抽在了西方男人的脸上 当即这位西方男人 在毫无防备之下 被夜晚晚一个巴掌抽翻在地 哼 你把我当什么了 傻子吗 白盟主 你什么意思 想挑起我们之间的战争吗 西方男子顿时一怒 来人 夜晚晚一声怒吓 下一秒 十数位无畏盟精英成员走入会议厅里 这些成员身着白衣 背后写着无畏两字 帮我问问他 为什么冒充特兰斯 幕后主使是谁 不说的话 就杀了他 夜晚晚轻描淡写的 还不等无畏盟成员有所行动 西方男人怒道 你胡说什么 我就是特兰斯 你是特兰斯 我跟特兰斯认识那么多年 我怎么不知道 特兰斯成了西方人 随着夜晚晚此话一出 三长老脸上的笑意顿时僵住 而七星的谋内也浮现出了一抹叉色 见状 夜晚晚这才松了口气 这独立州 很少有西方人出没 一方不输给无畏盟势力的首领 怎么可能会是一位西方人 而且方才夜晚晚也忽然想起 独立州的排外情绪 是所有地方最高的 没有之一 怎么可能会任由西方人 在这里如此壮大 之前他并未深想 但在深思之后 的确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所以他在赌 就赌特兰斯是个东方人 这是一场豪赌 赢者生 输则死 索性他赌赢了 三长老和七星的神色 就是最好的证明 此刻 七星看向夜晚晚 露出若有所思的神色 原本他想借着此次 试探一下这个女人 却未曾想 他居然知晓 特兰斯是东方人 特兰斯在独立州十分神秘 很少有人见过其真容 大多都以为 特兰斯是西方人 并且连他自己也是今日才知晓 特兰斯原来是东方人 故此七星才安排了一位西方人演戏 对夜晚晚进行试探 封建 七星朝着夜晚晚轻声道 怎么了 夜晚晚装作一无所觉地看向七星 没事 七星神色复杂的喃喃 还不等夜晚晚继续开口 一声冰冷的笑意 自门外传过来 夜晚晚下意识地转过身去 一个身着黑色西装 气质成熟的绅士 大约三十多岁的男人 进入了夜晚晚的视线之内 白小姐 七八年没见 你如今越来越漂亮了 如果走在街上 我这位老朋友 恐怕也认不出你来 男人气场极强 进来后随意地坐在一旁 不动声色地打量着夜晚晚 听闻此言 夜晚晚的眉头微醋 眼前这个东方男人 应该就是真正的特兰斯了 到底怎么回事 夜晚晚看向男人 没什么 你离开独立州七八年 如今突然回来 相貌也不同以往 我自然要看看 你是不是真的白风 如果是一些阿貌阿狗来冒充 岂不是不太好 而且你的这些手下 心中多少也有些疑心 我帮你证明一番 岂不正好 你应该谢我才对 一旁的三长老 听到这话 面色顿时阴沉下来 在独立州 知道特兰斯是东方人的 没有几个 夜晚晚既然知晓 特兰斯是华国人 难道他真的是白风 当即三长老不动声色地走出了会议厅 去 给我从周家开始调查 是混进去打听也好 还是以强硬的手段也罢 都要给我查清楚这个女人的来历 三长老 李斯朝着手下人 开口吩咐 文生几个年轻人点点头 领命转身离开 三长老 你既然肯定那个女人是假的盟主 为什么不直接杀了她 非要调查清楚呢 一位年轻男人 看向三长老 面色不解地询问 这件事情 哪有你想的这般简单 自从盟主失踪后 吴卫盟已经彻底分裂 你以为 整个吴卫盟除了北斗那几个傻子外 谁会相信他是真正的盟主 三长老看向年轻男子 神色不屑地开口 三长老 您的意思是 年轻男人听到这话 微微一愣 如今的吴卫盟 其实早已已经分化出了数个大阵营 除了温子然那一脉的阵营外 还有大长老和二长老的独立阵营 这其中关系错综复杂 每个阵营都想让自己的人当上盟主 那个女人之所以没有人管 正是因为各大阵营将她当作傀儡 用她的盟主身份 起到制衡的作用 听完三长老的解释 年轻男人微微一愣 三长老的意思是 吴卫盟的高层根本没信她是盟主 将错就错 故意承认她盟主的身份 起到平衡吴卫盟的作用 自然是如此 这段时间很多人都在找她不是盟主的证据 只要找到了证据 公之于众 就等同于为无谓盟立了一个大功 到了那个时候 立功一方便能够登上盟主的宝座 年轻男人汉手 搞了半天 那女人居然只是各大阵营的一枚棋子 会议厅里 特兰斯与叶婉婉嘘寒问暖了一番后 便与叶婉婉并下了战略合作 覆灭燕家 抵制阿修罗 等特兰斯离开之后 齐星待在叶婉婉的身旁 似是想说些什么 但一直未能说出口 叶婉婉坐在办公椅上 沉默不语 在脑子里整理着这段时间发生的事 经过今日之事 叶婉婉愈发觉得 想要骗过那些人 坐稳这个位子 并非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如三长老这些真正的高层 几乎每一位 对他的态度都十分的暧昧 自始至终 似乎都没有将他当成真正的无谓盟主 可是以无谓盟这等势力而言 如果想要揭穿他 根本轻而易举 但一直以来都没有这么做 这点实在是让他有些想不通 齐星 晨隐片刻后 叶婉婉看向齐星 我们谈谈吧 齐星立即抬头看向叶婉婉 风姐想谈什么 你 包括五位盟的所有高层 从来都没相信过我的身份吧 叶婉婉朝着七星倒 听闻叶婉婉此言 七星的眉头微醋 沉思片刻后 嘴中直接开口 不错 好 那么齐星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我就是白风 你信我吗 现在信了八分 对上女孩明亮的眸子 齐星面色迟疑地开口 叶婉婉听到这话 简直想蒙头痛哭一场 尼玛 他这奥斯卡一般的演技 才只刷到了八分的信任度而已 这孩子疑心是有多重 很好 那你跟我说说 吴卫萌那些高层的情况 叶婉婉表面依旧是风轻云淡 正色开口 八分的信任度 也足够他套出一些信息了 北斗比起七星来 极其不靠谱 如果自己能够让七星归顺 对他而言会非常有利 七星的态度确实松动了一些 他点了点头 随即开口跟他解释道 高层方认你不管 是因为你有利用的价值 如果不是你的出现 吴卫萌早已因为争夺盟主 而进行内战 这般一来即便胜了 吴卫萌也会成为一盘散沙 而你的出现 恰巧可以起到 制衡吴卫萌内部斗争的作用 所有阵营都会调查你 谁先找到你假冒五位盟主的证据 那就能够登上盟主的宝座 夜晚晚若有所思地摸了摸下巴 七星说的这一点 他并不觉得有丝毫意外 如果自己站在五位盟高层的角度 肯定也会这么做的 没想到我一手建立的五位盟 如今自己却是被当作了棋子 当真是有些可笑 你当真是封建 七星打量着夜晚晚 七星 你九岁时 我将你从贫民窟里救出来 此后你就一直跟在我身边 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 七星沉默片刻 点头 夜晚晚满意地微微一笑 不错不错 这是自己之前套北斗套出来的消息 封建 我 七星似乎想说些什么 还不等七星继续多言 这时突然又有五位盟的成员通报 阿修罗使者拜访 阿修罗 夜晚晚闻言 眉头深深促起 片刻之后 几位男子大步走入了会议厅里 为首的男人看向夜晚晚 拱了拱手 白盟主 久闻大名 你们阿修罗找我 有什么事 白盟主 以往的事情 我主修罗 便不与你清算了 但是 身在这片地狱 每个月的贡品 无畏盟 须上交一半 这是规矩 我想 你应该明白的 为首的男人 神色傲然地开口 哼 笑话 夜晚晚闻言 顿时站起身来 盯着阿修罗势力成员 面色伶俐地开口 哼 我白风是什么人 你们也不去打听打听 只有我收贡品 还无人敢来收我 卫盟的贡品 夜晚晚似笑非笑地 扫了那使者一眼 坐在沙发上 翘着二郎腿 你看这般怎样 从此往后 你们阿修罗美月的收入 交一半 给我 卫盟上贡 你 你说什么 为首男人面色阴沉 满脸不可思议 似是没想到 夜晚晚居然会说出 这么胆大包天的话 回去告诉修罗主 想要贡品 让他亲自过来见我 最好不要让我说第二遍 我想你们应该也知道 当年你们阿修罗 过来收贡品的几个人 后果如何 摸索了这么久 如今他想要带入 平头哥的说话方式 和做事风格 已经是炉火纯青了 好 白盟主的话 我自会带给我主修罗 但后果 白盟主 你需要自己负责 我们走 言伴 男人挥了挥手 咬着牙带着树人 浩浩荡荡地转身离开 与此同时 独立州禁区 某座独立的大殿里 大厅正中央的手座上 男人身着一身黑色西装 牟内仿佛含着永不化的寒冰 志强的气场 令人心神微颤 下面的厅内 一个棕发男子 身着一身西装 看向座上的男人开口道 哈哈 无为盟的胆量 还是同以前相同 竟口出狂言 敢让修罗主亲自去见他 柱子 既然白凤如此不识抬举 那就发修罗绞杀令吧 独立州 恐怕很久没见过咱们 阿修罗的绞杀令了 为首的座上 男人久久不曾开口 片刻之后 这才冷声道 都下去吧 我主 那无为盟 坐下其中一个中年男子 不甘心的醋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